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社会医疗融资改革的问题越见严峻 香港的医疗改革和医疗融资讨论了二十几年 在2008年医疗改革咨询 政府曾经提出六个辅助融资方案 当中包括强制私人医疗保险 和个人医疗储蓄户口 当时咨询结果是公众普遍不接受强制性方案 经过多论检讨 两个月前 政府终于建议用个人自愿购买医疗保险 作为长远辅助融资再次咨询公众 自愿医保 是否可以减轻人口老化 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 市民又会否支持呢 最近这几年集中精力 就去研究一个方案 如何透过改善我们现有的私家的医疗保险 然后令到呢 是多些 特别是中产的人士呢 可以透过私家的医疗保险 然后选择用多些私家医院 因为这样就会起了一个平衡公私营服务的作用 政府推这个医保方案的时候呢 还有呢 又高风险池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少少是名义私家医院的 香港所有病患者呢 其实已经享有公共医院那个的保障了 所以是不是政府再要用额外的钱 帮他们去用一些私家医院的服务呢 我觉得是可以是有争议性的 香港七成的门诊医疗服务由私家医生应付 但是住院服务有八成八由公立医院承担 政府希望鼓励市民致愿购买住院医疗保险 专用私营机构的服务 減轻市民过度依赖公立医院 平衡公私营医疗市场 致愿医保计划 设立最低要求 定定标准计划 这十二项最低要求包括 保证逐保 不切终身可获保障总额上限 我觉得真的违背了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医疗保险 希望可以有不同客人 可以有不同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都挺重要 致愿医保资讯文件 明确规管个人住院医保计划 列出十二项最低要求 包括保单自由行 更明确的支出预算 最低保障限额等等 达不到要求的住院保险计划 未来就不可以再销售 夜来保险界强烈反弹 在香港我们有大约一百九十万人次 买医疗保险 买医疗保险 一定有人低于现在要求的 六百五十元这个保障范围内 他设定了六百五十元住房保障 九千元集费 五万八元手术 其实这个变相是一个入场费 所有东西当有一个入场费 就自然有人入不了场 那我又再想问多一次 就是做了一件事出来 令到有人入不了场 便少人买了医疗保险 那究竟做这个计划想做些什么呢 保险 由大学开始买了 三十年前再买了一群 因为之前那份一天 只看住院病房 大概五百多元六百元 外科手术大概三十万元 估字又真的不够 我现在买这个是普通病房 每天有九十元美金 医生存款又收九十元 九十元美金 其实也不够 幸好我两份 八十后的朱丽儿 一向又买医疗保险 她支持政府 自愿医保计划的理念 不过她担心私营市场的机制 最终很难全面受到监管 亦忧虑日后市场上 还是不是有这么多选择 始终都牵涉到一些商业的program 私家医院保险公司 我只是担心 比如说私家医院他们要加价 加价的话 即是说保险公司 他们可能有机会 要cover得到他们的钱 可能他们都要提升 又这么说 比如说如果保险公司 他觉得自己真的 难听这讲一句 他没有肉吃的 他都可以不加入这个program 到最后你推这个program 究竟是不是 那个覆益性这么说呢 我们对那个 逐项的收费的保障的水平 都会到时建立一个最低要求 如果你买的不符合我们要求 将来最低标准的保险 某些方面的保障是不足的 如果是一个有保障 真正用得到的选择 那才有意思 我们不是纯粹说保障的水平 那么简单 而是说有很多消费者保障的机制 包括必定成保和必定逐保 因为这些如果我们透过一个比较便宜的保费 去买了一个不符合标准的保障计划 而这些保障计划 基本上可能不能够担保到一个市民 还是有终身逐保的安排的话 实际上你买了它有没有用呢 如果这个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究竟这个计划多少钱 这个非常重要 顾问就说大概3600 但是它有个所谓叫做变动幅度 就是我们看以前我们的文典 所以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这份计划文典都没有说到这个变动幅度 其实我们在其中一次会议有说 就是说是3600 这个估计的金额变动范围 是介乎减8至加45 政府说未来市场竞争 会促使保险公司减低行政费用 而且有公营医疗这个安全网 所以估计自愿医保平均保费 只会比目前市场水平上升9% 不过保险界认为政府低估保费的差价 我们拿燃油的产品解决 就这样去想 如果我要加些包先前已存在疾病 又或者我甚至乎要加上 刚才那些保证续保 保证续保 这样的条款 包括日间服务 其实就这样看下去 但是似乎不止10% 因为是约定的 行政的费用成本肯定会低些 他给自己的经纪 那些金额又可以低些 他们自己懂得正确 我相信 这样的话 肯定不会高很多 根据保险业监理署2013年的数字 在个人医疗保险市场 消费者矫交的保费当中 平均有36%是保险业界收取的行政费用 新的内规券 那个搜索给我看看 李继尧认为 应该减低这类和医疗服务 无关的项目 另一方面 他承认医院收费 也会影响保费 随着私家医院病床数目增加 有助调节未来私营医疗服务收费 例如有新医院的成立 现时我们知道 也有四间私家医院预备 加床位 病床供应也相当充足 你要看竞争 所有都是供求关系 所以政府说 未来有间医学院的学位也会增加 各方面来说 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些 至少价格收费方面相对的稳定 这个全都是市场 所谓market for市场的力量 不过市民的忧虑 正正是私营服务 只着眼于市场 朱丽怡的家人曾经试过要做手术 但是很难才找到个 自己负担得到的私家医院床位 她担心就算参加自愿医保计划 日后在私营医疗市场 都不担保得到服务 始终私家医院都是要做生意 而且老实真的有很多 这么说 一些内地的有钱人也好 或者香港本身的本土 但是不是香港人的有钱人也好 他们都是私家医院的嘛 会不会我们参加自愿医疗保计划 会不会我们参加自愿医疗保计划 你拿着政府医疗保计划 你这个是最最低的 那好吧 暂时没有床位 不出奇的嘛 人家那个只是说保险 可能那些是expert 他们那份保险和我们的份都不同 那间私家医院他赚的钱都不同 可能他真的会去比较 这个就是morality 究竟是否我们政府可以去控制得到 为了拓保投保人在使用医疗服务前 有明确的支出预算 我们建议引入免缴付套餐或订额套餐安排 政府的自愿医保咨询文件 建议引入医疗套餐收费 令世界医院收费更加透明 亦有助保险公司日后来定保费 不过业界始终认为易说难陷 问题就是医院 它是否可以跟我们谈到 每一个症状都有一个套餐收费 如果真的要行的话 政府应该去到医疗做这件事 不然你就由得保险公司自己各自去做 就是说你不应该在十二项条款规定保险公司要做 我看到是一个难度 因为真的每一间公司做出来的做法 都有机会会不同 那就不是标准化的意思 不同的保险公司 不同的保险公司 你看看你自己的实力 看你手刮够不够硬 如果你有多客户 那我觉得 你可以保险到我这么多 不是所有套餐都是什么 好的 这两个套餐我可以帮你做 即是不用再加钱 其他那些 就看哪种 就有可能要 这些是大家谈的条件 政府这个计划 真正来说 实话还没有一撇 现在还在咨询中 那我和你谈来干什么 套餐式手术收费 方便病人计算医疗支出 不过 目前市场上 只有少数私家医院 就特定手术 为病人提供套餐收费 如何为不同手术 订出合理收费 保险业界和私家医院 都各有盘算 所以一个很实在的一句说法 就是将行政费 是降低到某个博物水平 这次是没有说到的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 也有坊间传闻说到 因为保险业有些意见 来自医护界的李国伦说 立法会就医疗融资 讨论多年 今次是否能够吸引市民参与 他不表乐观 我看完这份文件 我第一件事的反应就是 如何分流 我一定不会买 这便达到目的 上一次说 最简单的 你一次买 是有折扣的 那些钱怎么来 就是那五百亿就出来 是引诱你 不是引诱你 或者是哄你 或者是誘因 令到你可以去做这个保险 无论你是何年纪都好 你只要买这个衣保 政府就会有一块钱 放在那里 令到你有折扣 保险公司都没有 叫做是虚本到的 是令你有折扣的 但是这次好像没有说到 我们最近都很彻底 就是做了个数字 185万个人的保单 的保护里面 现在香港是有 大概是近百万的人 这些保单 是低于三千元 为什么你强硬要别人 只是买一种 是要负责要求 而我们觉得 是透过思维自己的教育 市民也都精明的 去知道自己的需要 我们是这样的方式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 也可以维持香港这个自由市场 政府的顾问报告 以2012年的数据 估算参与寺院医保的保费 平均每年要三千六百元 告出市场平均保费百分之九 而年龄越大 患病风险高 保费也会上调 政府打算以退税做有因 吸引市民购买 对一些刚刚出来工作 或者可能30岁前的年轻人 其实扣税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游人 因为人工都始终不是太高 26岁的吴家超 工作收入虽然稳定 但是还没有打算买医疗保险 他说就算买保险 都会简有投资成份的计划 志愿医保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 一来他的保费 其实真的比市面上的计划更贵 我觉得自己暂时都只是健康 所以其实我觉得医保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未是最重要 作为我们这班高位人士来说 我觉得有因就不太大了 因为真的保费是比较高黄 黄远志在十几年前患上血癌 现在一直在吃飙靶把药 五年前想买保险 保险公司一是不接受他投保 一是保费要很贵 今次政府建议的自愿医保 提出人人承保保证续保 黄远志说部分长期病患者都会支持 唯一担心是保费超出负担能力 中产病人有病之后 可能我们会暂时工作 或者转做半职的工作 好像我自己说 我自己就转了半职的工作 如果转了半职一支 受一定是减半的 我看回医保计划内容 如果作为我们所谓的高位人士 保费是一般人的三倍 根据咨询文件 黄远志估计自己每年的保费 要超过一万元 如果我工得三五七年 没了钱断了保 其实我也三五七年就浪费 我想这是我们会考虑的东西 现在我不知道 所谓非手术的癌病治疗 能不能复权一些我们的药物治疗 特别一些昂贵的药物 政府在上一阶段的咨询 预留了500亿元推动医保计划 希望做到人人受保 今次就只是提出 在当中拨出43亿元 资助高风险持的运作25年 支援高风险投保人的医疗刹上 看整个政策 其实主要都是一个规管的政策 不是一个医疗融资的政策 阮博文长期研究本地医疗改革 他盖探香港的医疗融资 讨论多年一直毫无寸进 市民不接受强制性医保 政府退而求其次 唯有推自愿医保 政府都是在说几个百分点 即过去市民市场 我就觉得帮轻得很少 香港这么快速 这么大幅度的人口老化的过程 所以它在20年30年后 带来医疗融资问题 是相当严重的 政府预计 致愿医保有助改善 在住院服务方面 过分依赖公立医院 落实医保 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 提供的住院服务 会由目前的八成六比一成四 降到2040年的八成一比一成九 但是有另一个做法 就是设立一些未来基金 不过就是指定医疗的未来基金 政府预留了五百亿 其实也可以是 作为最初的基金 然后每年有营养 我自己计算过 放一百亿下去 其实已经足够 可以资助到很多 我们见到现时老人家的症状 可以很快地帮他们解决 因为我们可以针对性地 去资助那些这样的手术 就不是说 钱好地扔了进去 住院医保 然后就不知道做了什么 政府使用公帑的同时 我们要考虑一点 就是如果你投放一百元 在公园医疗体系那里 这一百元可以直接用在医疗体系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百元的资助 放在一个私人市场那里 保险公司 只是有百分之六十多 才去到实际医疗的服务上面 对这五百亿的用法 有点和原本的看法不同 一部分用来做高风险池 一部分是抵消我们 透过税收的流失 在免税额那里 再有一部分 其实是资助病人去看私家 就减低了公立医院的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相信就是拿得一个比较适当的平衡 市街医院大约是指 包括大约百分之四十几的病种 有半生压纪是会转介 到公立医院那里做的 即是以现在的制度 那你将来这个自愿医保计划 推出之后 你怎样确定 这个现象可以扭转呢 我们是支持政府提出的 自愿医保计划 特别是标准计划的 自愿医保之新期 下个月中结束 政府的建议 最终可不可以落实呢 要视乎保险业界和市街医院 能否取得共识 以市民投保的意愿 更加是惯言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